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 日前在福山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亲子欢乐列车爱的存款部活动 结合社区资源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合作 以亲子绘本你很特别 让孩子与长辈认识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期望透过活动的办理让亲子关系更紧密 很高兴我们在南投市福山社区来办理这个亲子教育的活动 今天主要就是以那个我们的绘本 就是你很特别 然后来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来认识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这个部分认识之后就是我们跟家人相处 要针对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要采取不一样的一个对应方式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然后我们除了亲子绘本 我们还有多肉植物 也是要来让小朋友来看到植物的生长 然后怎么来照顾它 因为多肉植物是比较特别的植物 所以也不能给它太多水 也在告诉我们家长也不能太溺爱小孩 县议员烈议学表示 相当感谢家庭教育中心吕主任的用心 长期以来 对于家庭教育方面 相当重视 举办多场爱的存款部的系列活动 而透过活动的办理 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增进家庭和乐 爱的存款部系列活动 今天这台列车开到社区 跟我们的祖孙共荣 一起来做我们的爱的绘本 同时也带动我们的活动 让这个阿公阿嬷 陪我们的孙子 可以说是幸福的一个画面 感觉特别的一个温暖 那么要谢谢我们家教中心吕主任 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设计呢 让我们社区充满着活力 充满着这个生命力 阿公阿嬷都超喜欢的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啊 都非常的惊奇 那么也很用心的投入 在做绘本 我想再再感谢我们家教中心的一个努力 也希望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邻里 还有我们这些幼儿园 还有社区的长辈 能够全力的来支持 此次活动除了以亲职绘本 也很特别 让孩子与长辈认识每个人的人格特质外 更有准备多肉植物 让孩子们认识植物的生长等 因多肉植物 为较特别的植物 不能够给予太多水 借此也让家长了解 对于孩子们不能够太溺爱 记得出门剧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